早安 歡迎收看智庫通 從一個資深傳媒人轉型到做網上營銷 青年服務甚至是參與不同的社企項目 由管理公司架構到處理人際關係方面 他是怎樣應付自如的呢 在不同崗位的經歷 令他可以鬆融地去面對不同的難題 今集有機可乘請來的嘉賓 對於傳媒業和新零售模式有甚麼見解 一齊來聽聽他的分享 Hello 大家好 來到智庫通的有機可乘 Dicky 今天這位嘉賓 其實在他身上的經驗 很值得我們逐一參透 當然可能有很多不好的事發生過 在他身上 但在不好當中 如何有技巧地處理得好呢 我覺得這個奏藝真的很高 要讓我介紹這位嘉賓 因為這位嘉賓除了是亦思亦友之餘 其實都是我的其中一位白樂 因為李志堅先生 Ernest在以前做電視台新聞總監 他找了我做一個 到現在都覺得挺有趣的節目 就是財經和飲食 crossover的一個節目 到現在我都很懷念 先多謝Ernest 今天和我們聊天 要介紹Ernest 一定要講他新聞工作的經驗 因為做過一個電視台的新聞總監 亦都做過一個網上媒體的新聞總監 近期來說 Apple我想最切的話題 都是離不開 因為經濟逆轉 又有疫情 又有疫情 很多傳媒機構都要簡單說 白一點 瘦身 財源 減人 Ernest這方面很有經驗 因為他做管理層 即是無限法有一刻 都可能要手起刀落 不如我們先講這個話題 好嗎Ernest 這些經驗 其實就很慘 我們個個都試過 即是那些被解僱 或者是一些被裁員 應該在媒體當中 可能我都經歷了三次四次這些大動作 不過Ernest就跟我們不同 我們那時候就叫做瘦 做靚的 但是你就是要派出去 但其實可能那個角色上更慘 我覺得有時候 如果要分享 之前在某個網絡電視台做 由於我們會有個轉型的需要 我們就決定 因為當時我們的新聞部 有60個同事 管理層就說 可能我們留下20多個 其他人就先調職 你調職 然後你就要有個名單 其實公司就問 你可不可以一天之內 你就儲好那個名單 但你儲好那個名單 其實你不只是自己想 其實實際上 我們經常說 如果你當同事都是人才 都是我們的手足 是我們的姐妹的時間 你對著那些人名 你就會想 哎呀 如果我調這個 他會不會願意呢 有時候你自己想 你可能你自己作個答案 但實際上你都要問回他們的主管 因為理論上他們的上級 應該是比較理解 或者了解他們同事下屬的情況 那你跟他們談了 拿出一些觀點和看法 可能對於我們去判斷草擬的名單 又會好些 如果不是你自己在想自己去量 其實可能你有機會做錯決定 這個就很好 因為並不是一個閉門造居的做法 即是一個好老闆 但有時候正所謂時間緊迫 手起刀落 都不理得那麼多了 其實我想近期 大家看新聞 可能都會看到 某一些媒體機構 可能要財源 但就搞到滿城風雨 可能很多都是一些比較負面的評論 其實你自己絕對有這個經驗 因為你曾經做過新聞機構的管理層 其實面對著這些情況 你覺得作為管理層 應該怎樣做好些 又或者作為下屬 怎樣去接受這個疫境 說回管理層 其實通常一個部門 你去做一些裁員的動作 或者調職 即是幫同事調職的動作 其實你都會預料到 會有一些公關的東西 所以其實你做這個動作 不只是自己部門 一個部門自己揹著 例如我們以前做上市公司 你會跟上市公司的公關部 或企業傳訊部 你要有溝通 其實跟最高的管理層 即大老闆也有溝通 因為他要知道你做那個動作 你怎樣做 然後公關或企業傳訊部 又要知道 其實那件事是怎樣的 當然還要跟上市民事部 因為民事部真的要處理 人事的程序 所以這幾方面要大家溝通好 即大老闆也要知道 你會怎樣做 會有什麼情況出現 可能我們將來會成為報紙頭條 你應該怎樣去應對 跟同事講 或跟媒體講 其實應該要有溝通 在這個溝通的過程 你講到 由上市公司主席 企業傳訊部 還有公關部 還有人事部 還有你自己的身份部 其實都真的不容易協調 當年你的經驗 帶給你什麼經歷 或者你當年的經歷 其實有什麼經驗累積了 其實我都是一個受估 所以你說經驗其實就真的不開心 因為你作為如果是部門主管 你要去加一個那個名單 如果那裡有四五十個同事 其實我們講的 你不是只叫他走那麼簡單 他背後可能代表著一個家庭 還有究竟當時的市房 是否我們裁員他 他會容易找到工作 如果不是有些同事 可能只是在供樓 在養家 其實你不會覺得開心 所以我自己可能 不知道是否最近 我聽某個玄學家說 可能我熟狗 眼淺一點 因為我水瓶座 很容易眼濕濕 我記得我派信給別人 因為我逐個派 你會跟他們談兩句 所以其實我經常忍不住 我記得有一次 不是新聞部的 是我們曾經做過一個購物頻道 我們後來因為任務完成 我又要再做一次裁員 我記得我發了一封信 因為那個主持人 都很努力做 我記得我給完 因為最後一個拿信 我記得我給完信 之後 我是忍住 他一出我門口之後 我真的會調轉椅子 嘩嘩眼淚流 因為你是很不開心 因為你不是 你不是不滿他 因為有時可能 環境令到你 需要作出一個痛苦決定 所以剛才你問 我不覺得會開心 雖然我們經常說 解僱藝術 令到同事 可不可以盡量 開心一點走 有時都很難 如果你會不捨得 或者你會覺得 有時會有不抵 有時環境令到你 需要作出一些痛苦決定 但怎樣處理一些反彈的情緒 可能這件事就一定要做 當下你亦都是跟足自己的 所學回來的指引 跟個個都有溝通 但其實有時事與願為 都是會引起 一眾人不開心 可能那個反彈情緒很強的 有沒有得再協調呢 你覺得 我自己個人經驗就是 除了剛才我們說事前的溝通 特別是自己部門的 不同組別的主管 你要先談 我們要去掌握一下 或者真的去鼓量一下 他下面的同事 會不會有很大的反彈 如果他可以幫忙 在我們真的做了行動之後 可以說服到他們 或者可以令他們舒服一點 那就OK了 但我也試過真的 有同事覺得我們是無理解僱的 他是會跟一些勞工團體去求助 甚至乎真的會有電話來問我們 如果你不好好處理我們 某些事情 我們就會在某個報紙上 有同見報 這個時間就真的嘗試 再跟人事部再談 可不可以尋求一些 大家可以協調到的 或者大家可以共識到的 一些架票方案 令到剛才Apple說 那個反彈 或者那個不開心 可不可以再減低一些呢 令到這件事不會出現一個企業的公關危機 始終面對裁員 員工的心情 可能除了依依不捨 也可能會覺得是深入不甘 覺得為何偏偏選中我 我工作態度很良好 可能他會這樣想 但有另一個問題 也想問問Ernest 始終現在社交媒體很豐盛 例如以往都是三萬門 人事部給信 但現在不是的 可能在過程中 已經可以拍片 發酵得很快 亦都通過這些社交媒體 一傳十、十傳百 有個輻射的效應 其實在危機處理方面 例如你作為一間上市公司 曾經是一個部門主管 掌管著新聞部當年 在危機處理方面 又如何做得更加好 在管治的角度來說 因為剛才如Dicky所說的 現在有社交媒體 其實我們的訓練或學習管理 就是你預計了同事就會拍攝 會說你的 隨時準備上鏡 即是說你講的話 用的字眼 很重要 你真的預計了會出門 所以你有些說話 可能你很想說 但不可以說 因為我們有時 我們學一些媒體的工作坊 都會說 你 must say 和 like to say 你應該要說 和你想說 其實真的要分開 因為始終你不只代表個人 你是代表著機構 代表著公司 如果你的說話 真的沒有技巧 你用字真的不當 其實真的會影響公司的形象 甚至影響整個士氣 所以都不容易做 剛才Dicky你問的問題 就是 那真的要 都是小心處理 有時你想那麼多 可能你出現好像Apple 或者有些反抗 或者有些不開心的事件出現 到時就真的隨機應變 但我覺得就是 你講得很好 一件事就是 逐層逐層來 即可能你不會同一時間 可以安撫到所有人 但可能是一些比較核心的 你亦都相信他有這樣的能力做到 其實你要先鞏固那一邊的力量 這是對的 因為我們在說那個管理學 其實你的核心承認 一定要先知道 而且他都會有他的資訊掌握 如果你不相信他 你不靠他 其實是很糟糕的 因為你一個人其實管不了所有事情 所以其實我們的管理 例如我管理那部門 管理60個人 坦白 你不會每一天上班 你都能夠60個同事 給相同的時間管理他們 沒錯 我只能靠我相信的核心成員 透過他去管 否則 不知怎樣管 管不了 再上市公司幾千個 你管不了 所以其實管理是有一個危術的 特別是遇到逆境 又或者遇到裁員事件的時間 真的要好好掌握 因為每說一句話 每行一步棋 如果行錯了 其實那個牽連甚廣的程度 不僅是影響公司的層面 而是影響整個行業的聲援 不過其實在危當中 我們有嘗試發掘一下機會 我知道Ernest現在有涉足很多新項目 稍後回來繼續慢慢談 繼續回來自負通的有機可乘 Dicky 我們的節目是有機可乘 當然要找些機會出現 機會 其實媒體 雖然大家可能會覺得經營很困難 但窮則變則通 這又是一個道理 究竟在一個視像上 在一個平台上 是不是就這樣發放資訊 其實有很多變化 很多東西可以玩 Ernest走得很前 但不知道有沒有太前 這當然要請教你自己是Ernest 因為Ernest曾經是一家上市公司 本來是做媒體的 做電視的 接著 失驚無神就轉型做網購 他也繼續在這間公司擔當重要角色 哇 新聞你懂得做 突然之間要做新零售 這個經驗真的很難能可貴 早這麼多 現在每天我們都看到 什麼平台都好 包括我們自負通也好 或者是Viu也好 很多跟直接一些網上購物的宣傳銷售 是有關 你一定是先驅 可不可以說一下 其實當年由做新聞 變成做網上購物的一些節目 當中的經歷是怎樣 怎樣可以想到這件事 怎樣想出來 首先也是要感謝舊老闆給機會 即是他又不介意我 一個做新聞部管理的人 去轉型做一些網購內容 當時我們所說的 內容叫做內容 內容 即我由新聞轉去做內容 其實我想那個經驗就是 當時舊老闆便會 我便想學南韓 即是黃衛經先生 對 要學頻道的做法 所以當時我決定讓我做之前 其實舊老闆是有考我的事 那怎樣呢 他要我在限時裏面 要就著一件產品 我用回那時的藝員 和那些攝影隊 要做到那個內容 那個look and feel 是要像南韓的購物節目 那他才覺得我是懂得做 即是怎樣 甚麼叫南韓的購物節目呢 因為他們那時 我們看南韓的某一些購物平台 他們那些節目內容是怎樣呢 好像兩位主持這樣 其實等於top sales 即是你的口座 和你對那個產品的熟悉度 是很強的 即是變成你去廣告那件產品 不是只說 好好用 好好味 怎樣好用法呢 怎樣好味法呢 他用甚麼材料呢 他用甚麼功能是怎樣呢 那你是要去測試 因為你要將你的產品 你都要相信他對消費者 有幫助 有價值 你才會推介給別人買 那如果不是 為甚麼會買 另外我們拍攝也是 你拍一件東西 你都要將它漂亮的面 去剪出來 但問題都是成本問題 成本有限 時間有限 你怎樣在限時裏面 做得好那件事呢 那這個就是當時 在購物平台 即是我們要做 contact marketing的訓練 是 但是很有限資源 即是可能就是 兩個主持就得見貨 就像前面的盆栽一樣 是的 那你真的譬如說 要推介或者推銷 先人獎的時候 當然你可以了解他很多背後的一些故事 但是受眾怎樣去感受 還有最後真的要按鈕 下一個單 說一二三三馬子 這回事 那你最初怎樣揣摩 到後來其實都相當成功的 開始這個步伐裡面 因為當時我們看韓國的購物節目 它有個玩法 它會在畫面的 要是右邊 要是左手邊 它會有一個 我們叫做info box 有一個資訊的資料 即是多少錢 通常原價不夠 通常買東西當然要有折頭 有折頭 所以在看節目期間 你去買的時候 就應該有折頭 有些基本資料要放在那裡 所以這個就是 觀眾一直看的時候 起碼他知道一些產品的基本資料 然後你說 他選購 因為當時有那個網站 你可以進去裡面買 所以你說 做節目的時候 我們去講解 這個先人獎 這樣算 其實我們會有一群 其實背後有一群寫師 其實我們需要對這個產品 很熟悉 對 然後我們就要想想 怎樣說這件事 給觀眾聽 我們的受眾是甚麼人 或者消費者是甚麼人 有時候都被我捉 我會掩護他們 所以他們不太開心 因為你說得不明白 因為你用你寫劇本 可能消費者不是這樣想 所以你要掌握消費者 即是你說得太可可惡寡 即是好像我們分析員 你每次拿一些專有名詞出來說 即是不明白 你真是大我 所以要拿捏得很好 欺負到好處 又不可以說到沒有人明白 但又不可以說到 別人覺得你沒有做功課 其實都相當難 所以我們看 經常說笑 你台上一分鐘 你台上可能是一年功 一十年功 因為你真的要掌握了 你才說給別人聽 否則為何人會相信我們 雖然我 可能做新聞訓練 覺得都是需要這樣做 但真的要問一下Ernest 因為在歷史上 應該這麼說 其實八九十年內 北美洲已經很流行這些直播購物平台 不過就是電視 以及打電話去落單 現在當然有了智能手機 可以互聯網打電話做的事情 更方便 因為不用那麼多人聽電話 但其實作為你是一個新聞工作者 但你又要做剛才你說的 內容的市務推廣 有沒有抵觸的呢 新聞高高在上 我永遠是說事實的 銷售當然… 已經加了兩次 少許肉緊 誇張少許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 你又如何去… 調節自己呢 其實你有沒有… 對 那個位置是怎樣呢 因為我自己坦白說 在當時的公司 都是訓練過做管理的 然後讓我轉型去試一下 做這些購物頻道的內容 我當作是重新學習 當然我們是新聞訓練出身 剛才你說的 我們也是要核實資料 那時候又很幸運 我覺得商戶跟我們做節目 他又不介意說真話 他沒有要求我們真的要 你幫我誇張一點 不用真的 很多商戶都希望我們可以 說得清楚一點 讓消費者真的明白 他們的產品的好處 和優點 才決定買還是不買 因為說真的 做生意也是課真價實 你是真實的 那就說吧 你不是的 你就不要叫響 其實有時候 這個表達平鋪 直述一點 都可以的 不用太誇眾取寵 但是現在看回這件事 這個風氣很厲害 現在基本上 尤其是在內地市場 基本上都以直播去大動銷售 你看回兩者有沒有分別 在你來說 可能有時現在看 一些熱賣的節目的時候 那個感覺是怎樣 現在網紅經濟成為主流 你在香港來說 算是很早去做這件事 創先學那一步 那你又會不會覺得 現在 又或者香港 其實那個步伐 可能是慢過內地 那原因是甚麼 先說回現在看到別人的節目 當然也會覺得 是否真的好像 Apple說的 是否做早了呢 但是 又這樣看的 你早點做 早點學了 對自己也有個好處 學懂得多些東西 還有你說的節目形式就是 但是 始終我們當時做 都是主持 都未必是 好像現在的網紅 或者好像某一些 influenza 他們真的很熟悉 那個產品 因為你知道以前 我們早期做 都是等於你是主持 我都是給你稿 就是我去背 還有可能你來到的時間 可能很快地 聽我們去檢查 你的產品 是甚麼 變成沒有現在 可能你用了一段時間 你才在鏡頭面前去講解 可能說服力 現在會再強一點 至於 剛才你說我們是否比起 內地或其他國家 是否好像走得慢了 有時候我也不知道快還是慢 總之 那個trend 或者那個timing到 我們便去做 但是你問我現在 因為人人都做直播大課 我也有個問號 是否真的這麼有效呢 我發現到現在 可能是有一個新的趨勢 就是 有些參考書說 我們叫做微經濟 就是一個小社群 你那些人可能會是 喜歡這件事 可能就是下一個 再細一點的一個經濟 或者朋友圈的經濟 我們叫做 你有沒有興趣再做這件事 就是現在 其實我們說時機 這個時機是真的做到 尤其是今年可能是 疫情 疫情就更加是 谷到我們 機不離手 你覺得這一個 算不算是一個機遇 還是已經是 明日黃花呢 個個都做 真的 是不是真的賣到東西 我們之前也有位嘉賓 胡錫文 胡錫文 也有說 胡錫文 也有說 其實有時候邀請網紅來賣東西 可能是不能回單的 拍完片 其實現在 Ernest 你會覺得 香港線 那個網購風氣 其實會去到怎樣呢 以及這些 所謂的網紅 或者是 所謂的KOL 帶貨 其實是否已經去到一個 樽頸位置呢 嗯 我沒有很大研究 純粹個人觀察 我覺得還是發展中 就是那個trend 剛才Dicky說過 可能有些 朋友去做 那些網購 找一些網紅去說 未必賣到東西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 你一個購買行為 如果你看到一樣東西 突然間有興趣買 除非你看開那個產品 如果不是 你有沒有看開 我現在引你買 那你可能是一個很感性的消費 那就是說 究竟那個網紅 能不能夠在那一剎那 令到你的感性度 感到 然後你按 還要按你的transaction 那個交易過程 要快手 因為之前我們上去內地 看過一些 做網購內容 加網紅的平台 他們說 要在幾秒鐘 要完成整個交易程序 否則 你想一想 你可能不買 因為是那一刻的衝動 所以如果 我純粹用衝動購買肉 那你就要 整個過程真的很方便 所以你說 現在是否各個網站平台 都做到這個效果 也未必 所以 現在可能 疫情關係 可能多了網購 但其實同時間 我覺得還是在發展 對 就是Ernest這樣說 其實新零售 你說網紅也好 KOL也好 推銷一種產品 無論說到幾天花龍鳳 都好 其實都要配合後台 譬如說 Painment Gateway 我們說支付系統 究竟可不可以快 靚 正 按兩個按鈕 就已經給了錢 真的回不了頭 這些衝動消費 我想Apple 相當有經驗 其實我的經驗也不少 下星期 我們也會繼續請來 李智英Ernest 講一下現在 社會企業的責任 以至到 雲延輕人的世界 有甚麼可以協助他們 面對將來社會 下星期見